我的一生 我是演员 不是明星 只要你们还记得我 成熟方 哪怕是一句话 一场之一 我都会演 一日演员 终身演员 从影超过六十五年的成熟方 是家喻户晓的全名阿嬷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她的演出作品 从兴趣变成职业 从旷野千金变成笑着体验人生的女孩 我的人生真的非常出名 在家有那朋友大家都知道 我爸爸在这里健康感是有名的 陈珠芳把这一切考验变成演戏的养分 因为我爱跳舞 我对民族舞蹈非常地喜欢 也许就因为这样子 搞成我会演戏 所以这样子一演下来 那时候有那个心探 就被心探谈到了 探到了就让我去演第一部戏 更加艰苦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 每一间公司我去看 有飞汤让我演员 你整个月要演一个妈妈 我都去台北车头站三岁 看到妈妈怎么走 怎么走我就会她 我以前跟公司 如果今天演员 就去签名 我就一百块钱拿 那一百块钱买两天的菜 如果你想想要走这条路 你就要像我 再艰苦 你也要走下去 你今天没有人做主角 不过你家里就没在乎 你做配角不快 什么做配角 人家说红花绿月 你这里红花绿月 你没有一些绿月来配得漂亮 对于每一次的演出 陈淑芳始终怀着感恩的心 也不忘发挥影响力 让更多新进导演 能够有被看见的机会 这些年轻的导演 我很喜欢跟他们合作 我很喜欢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理念 他们因为是新的 我的是比较老旧 我希望新的跟老旧的 能够大家讨论 也许就绷着火花 绷着火花的话 就跟别人不一样 会很好的 我告诉你这个组织好 我说大家都赞 在那里 在那里也赞到 我说我按下去就回去 拜托你也大家稍微吃这个 他说我就这样 所以我就知道 他们是很结局的 但是有着这个意思 大家真怕不怕 好 我要听你 这九位我是一种导演的 跟阿嬷 跟我妈妈跟我的情形 这三个阿嬷的情形 我都把他搁搁地下去 和和和在一起 把它演出来的 我也希望说把我的一生 或者说别人的一生 我把它演得很好 我把它演得很好 叫本好 就演得好 灯光站 摄影师站 演得很好 大家都好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这种是我也说 这种不是我的 陈书芳以国民阿嬷 升职人心的形象 发挥影响力 让社会再战芬芳 我在爸爸的身上 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爸爸一直跟我说 我们做人 有的时候要帮忙没有的人 你阿嬷 如果大人有一个学生 就不能这样 手先向上 你就要手先向下 到那个桃园 去捐赠五十部的伦理 我到那些 到那些学生那边 看他们一个个 我真的很心生 一个个都说 阿嬷 我好喜欢 我爱你 抱抱你好不好 你说 不要抱吗 真的就是一个个排队了 真的 眼泪不敢掉下来 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我抱着他们 我掉眼泪 好像很可怜他们 不行 一定要加油 那些生活 是看你说要怎么生活 你今天要吃鱼吃肉也不可以 你今天吃菜包配饭也不可以 安安稳稳一步一家的饮饭来做 要做要做就好 那不再做